渔夫打鱼时发现水草中好像夹杂着什么东西 掏出来一看竟然捡到了五十元巨款 正想着买包辣条好好犒劳犒劳自己 结果还没走两步 又在草堆里发现一张五块钱 这下买啤酒的钱也有了 可贪心的泰迪还希望能捡到更多 便顺着水草往下掏 没想到竟真的掏出了更多的钞帮 而且水草深处还埋着满满一大袋子的百元大钞 小钱他敢随便捡 可面对如此巨额的一笔现金 泰迪反倒变得不知所措 因为他清楚知道被埋在这里的钱 必定是一笔不易之财 于是他赶紧劝导自己 作为一个正直的老实人 当然是选择交给警察叔叔 我从来没碰过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紧接着泰迪就将一堆现金打包带走 占了机友 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想数钱 他把沾满泥土的钞票都倒出来清洗干净 小心翼翼地挂在晾衣绳上 这么一整理才发现钱多到根本数不过来 自己真是走了狗屎 这可是他打一辈子鱼也赚不来的财富 殊不知这笔飞来的横财 将给泰迪带来杀身之火 泰迪并不想把发财的事情告诉妻子博美 他担心万一有一天要离婚财产会被博美评分 可是他装得好辛苦 因为总是忍不住大手不回火 吃的用的全都换成了最好的 引得博美产生了怀疑 为了瞒住博美 泰迪只能装作若无其事 继续像往常一样来打鱼 有钱后的泰迪开始飘了 对于这可有可无的工作开始变得不耐烦 就在他悠闲的休息时 突然发现岸边飘着一辆废弃小船 他走近一看 居然又在船上发现了一张十元钞票 他怀疑那一袋子巨款的主人 就是乘坐这艘船来到这里的 为了彻底清除障碍 他偷走之后一张十元大钞后 就将小船交上汽油一把火点燃 可以转头就看到了一个男人的尸体 泰迪猜测男人应该就是钱的主人 只不过被另一个人谋财害命抛尸于此 可现在钱却到了自己手上 一旦被人发现恐怕就说不清了 于是泰迪赶紧拖着尸体准备毁尸灭迹 原本善良的人性从这一刻开始彻底泯灭 泰迪把尸体拖到不远处的尸体 挖了一个十米深坑将尸体埋了进去 本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享用这笔不易之惨了 没想到一只二哈误过这里闻到了尸体的味道 很快就将泰迪买好的尸体又重新刨了出来 狗主人见状被吓了一跳 然后立刻报了警 警方赶到时发现尸体附近散落着一些海鲜 他们怀疑行凶者可能是附近的渔民 经过走访了解到这里唯一的渔夫就是泰迪 另一边泰迪收拾好行囊准备军款跑路 结果刚出门就遇到一个满脸杀气的男人正朝他走来 原来男人名叫金毛 他也是钱的主人 可死去的尸体是最好的兄弟 两人一起抢劫了一笔巨款 然后来到海边准备跑路 结果金毛为了将钱全部私吞便狠心杀死了兄弟 可他只是去寻找合适的抛尸地点离开了一回 回来钱就不翼而飞 原来是被贪财的泰迪偷了去 金毛命令泰迪把钱交出来 虽然泰迪十分不情愿 可面对枪口威胁他只好照做 正当金毛低头数钱十人 泰迪怎么可能轻易放弃自己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 他死死勒住金毛的脖子 恨得当场将他置于死地 就在这时警察突然赶到 准备逮捕眼前的两个罪犯 一旁的老实人泰迪被吓傻了 他只是想要钱而已 这辈子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随后金毛拿走了警察的手铐 将泰迪锁在车里 逼问他另一包钱的下落 泰迪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拿到的有一手份 贪财的泰迪突然提出 要帮着金毛寻找另一袋钱的下落 金毛自然知道泰迪心里小九九 于是就把他锁在车里独自去寻找 没想到身形销瘦的泰迪在面对金钱的诱惑 突然就迸发出洪荒之力挣脱了束缚 金人正在海边捡钱 可他只捡到零零散散的几张钞票 他心急如焚 想尽快找到自己丢失的一大包百万巨款 要是再被别人捡了去 又会引起更多不必要的麻烦 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不远处有路人经过 吓得金毛赶紧躲进了石头缝 没想到他一抬头竟阴差阳错的 发现了另一包丢失的巨款 金毛趁四下无人立马拎起包裹返回 回来时却发现被锁在车上的泰迪消失不见 他也顾不得那么多 只要钱再就好 于是立马归整了两包钱 才准备开车离开 这时 原来自从泰迪捡到钱财一夜暴富的那一刻起 他就彻底丧失了人性 根本无法接受不劳而获的财富又拱手让人 直到他亲手杀死了金毛才突然清醒 自己一辈子老实本分 怎么会为了钱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 紧接着金毛的电话响起 泰迪接通后传了一个小女孩温暖的声音 这时的泰迪才幡然醒悟 毕竟他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金毛女儿的声音唤醒了他心里的最后一丝良知 他看着眼前让他逐渐变态的罪魁祸首 竟直接气愤的将百万巨款洒向大海 事后妻子博美看到丈夫浑身是血的跑回了家 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泰迪一五一十的讲述了这些天发生的事 并主动承认是自己财迷心窍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还因此杀死了一个人 得知真相的博美简直三观尽毁 真不敢相信天天同床共枕的丈夫竟是如此歹毒的人 就在这时不知从哪窜出来一个老头 原来抢劫百万巨款的同伙一共是三个人 老头早就猜到另外两伙伴会为了钱而自相残杀 所以他提前躲了起来准备剪现成的 没想到却被泰迪截胡 他用枪指着博美比泰迪把钱交出来 泰迪并没有告诉老头自己已经把钱放生了 而是哄骗老头说钱就在自己家里 回到房间后心有灵犀的夫妻俩开始打配合 泰迪假装去找钱 博美故意和老头聊天分散注意力 只见泰迪悄悄拿起预差 趁老头最放松的时刻给他来了致命一击 最终泰迪虽然解决掉了所有麻烦 也永远不可能有人知道他丧心病狂的黑暗面 不过已经清醒的泰迪现在认为钱乃身外之物 拥有与自己不匹配的财富不一定就是好事 虽然博美也有过让泰迪把那些钱重新捡回来的心思 但泰迪还是决定忘记那些被丢掉的钱财 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劳作 脚踏实地的生活下去 然而几天后泰迪突然发现一向节俭的博美 突然间提高了生活品质 开始大手笔挥霍 看着妻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泰迪不由的陷入沉思